大家好,今天分享一个牛肉特别好吃下饭的做法 把牛肉切成小块 然后冷水下锅焯水 放入葱姜料酒 焯出血沫后,然后再用清水清洗干净 准备香菜,小葱,大葱,大蒜和生姜 油温五成热下锅炸 炸出香味,把残渣捞出气质 再准备一点辣椒 辣椒我们一般准备微辣的辣椒 能吃辣的可以准备烧辣一点的 用小火炸 炸香之后倒入开水 记住一定要加开水 然后下入牛肉丁 放入煮熟的鸡蛋 加入几根火头肠 然后再加入这个关键的卤料包 放一小包就可以了 加入一勺生抽和半勺老抽 盖上盖子,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加入适量的食盐 再加一点鸡精 家里有条件的再放上一点豆干和豆皮 再煮个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关火 放在那里浸泡三个小时 就更加的入味好吃了 我家经常这样做 做一次吃三天 吃不完就放到冰箱里面 可以直接当菜吃 浇着面条吃 特别的开胃又下饭 牛肉这个做法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又解馋 好了,喜欢就关注一下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